新北市长侯友宜两届市长任期即将届满 因此新北市将成为蓝绿白兵家必争之地 目前看似在民进党内部将在新北市党部主委部分率先开打 刚稍早前立委余天在脸书宣布了 决定出来参选民主进步党新北市党部主委 更提到外界有很多的传言说自己在等安排 不过他要告诉大家人生走到这里已经很满足 不需要等什么求什么 余天也提到这次立委选举 民进党在新北的席次减少 更在新北市有超过20年没有执政 党需要更多动手做的人 才能真正帮助赖清德总统的新政府 更喊话要再次站出来 请新北市的党员同志相挺 2026的这一阵 民进党要迎回新北议会拼过半 余天也表示要在新北市帮民进党提名的市长 立委候选人来扛走 更强调会没有私心 不会偏袒 用尽全力为台湾 除了政国会余天表态要角逐之外 另外苏系立委苏巧会也被点名 很有可能参战新北市党部主委 臂战市长选举 虽然距离2026号快两年时间 不过党内的各派系已经开始动起来 这次前进党被摘了 会议您取代这些 有想法 提训 全新北市党员